兩張台北物語 兩張台北物語嗎 那些兩張台北物語只剩前兩排可以做 現場售票只剩前三排 全被影迷網路訂票搶購一空 國片台北物語爛到爆紅 甜甜家常 女主角黎蜜想都沒想過 我真的覺得怎麼可能 你們在騙我吧 也是那個朋友跟我說的 因為就是我店裡面的客人 他們有去看 然後他們就說 原本是小廳現在換成大廳了 我說真是假的 騙人了吧 原本現映只上映一周 但卻從26號一路加長六天 連李密自己都不知情 還是朋友轉達才知道 第一部電影三年前 就殺青拖到現在才上映 播出後又以這種形式爆紅 讓他百感交集 輕輕撫摸愛權 李密自己養的博妹狗 也曾入境電影 但這可不是安排好的橋段 而是導演隨性加戲 不只導演隨和 連劇組都走簡約風 對比偶像劇會有十個工作人員 拍攝台北物語 卻常常只有導演 副導演還有攝影三個人 像攝影師可能還要幫忙打光 然後副導演可能還要幫忙 就是書畫啊什麼之類的 台北物語演技 攝影手法到剪接都被網友批評 但卻意外爛到透頂谷底翻紅甜甜家場 創造台灣電影《一大奇觀》 記者張士奎萬千華台北報導 記者張士奎萬千華台北物語